今天早上北台灣的民眾出門的時候 覺得心情很無尊 因為都有下雨 而且下的時間滿長的 一直到中午之後 這水氣有慢慢的減少 甚至到現在晚上 其實地面上也都已經乾了 即將轉為一個 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但同時還是要提醒 冷氣團發威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比較冷的 局部地區都還是有可能 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趕快來關心明天的天氣 我是軒桐 我們來看到在明天 以溫度部分來講的話 在北部地區 基本上整天都還是比較涼冷的 而在南部地區 則是早上比較冷 晚上比較冷 但是白天的時候 太陽光光露臉 溫度就會回升上來 所以日夜溫差很大 再來關心雨的部分 在明天一樣 只有在迎風面 一些很零星的短暫正雨 但是很快的也就會消化掉 而預計這樣子的好天氣 會一直持續到 禮拜六的白天 趕快來關心這一週的天氣 降雨分布 主要上在禮拜六之前 都是在迎風面 包含像是剛剛說的 在北海岸 宜蘭 或者是在整個花蓮 台東這一側 有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但是整個北部 包含中部以南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天氣 而到了禮拜六的晚上 這個冷暖空氣的交界處 也就是在台灣的東北部外海 這裡會產生一個 類似封面的形態 到時候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增強 同樣的在迎風面地區 降雨就會來得比較久 而且雨區範圍也比較廣 目前看起來 在禮拜日的這一波 水氣是比較多的 是一個濕冷的東北季風 所以提醒 如果你禮拜六 禮拜日 甚至到禮拜一 你要出去玩的話 盡量到整個東半部地區的 民眾出門 都還是要記得 把傘給帶著 是比較保險 再來關心這一週的溫度 我們會經歷 兩波的東北季風增強 其實這一波 它的強度已經接近到 冷氣團等級了 而預計可能在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的清晨 局部地區會低於10度 而到了禮拜五的清晨 其實在各個空曠處 包含中南部 也還是有可能會有 10度左右的低溫 早出晚歸 要適時的增減衣物 而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溫度會有稍微的回升上來 但很快的到了禮拜日 下一波的東北季風 又要再度增強 北部的溫度又會再往下跌 所以這幾天的天氣變化波動 真的很大 如果家裡面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患者 或者是長者的話 都要特別留意 不要著涼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 細想說明